很高興和大家一起 今天的訊息是 宗教會合一和配搭 即是所有教會神的心意 是能夠宗教會合一的 的確是有很多困難 很多的難阻 不過我們總可以做一些事 總可以做一些事 主要我們明白這個心 我很欣賞何傳道 他是很有心在這方面 所以他都讓我們在這裏 用他的地方 都能夠一齊來到事奉 我是很感謝主的 我們有幾點去看 第一點就是 三位一體的神是合一和似合一的 即是聖父聖於聖靈 其實耶穌是有完全的神聖的 在弗洛比書二章裡講到 他是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 即是他不強奪與神同等 其實耶穌的神聖和聖父是一樣的 不過他是順服聖父 即是在聖父聖子聖靈裡面 就是聖子和聖靈完全順服天父的 這個是神裡面那種的 他們的神聖 又是他們的合一 又是他們的順服 希望我們都看到 原來聖父聖子聖靈都是這樣合一的 我們都學習 好像聖父聖子聖靈這樣的合一 在約會風十章三十節我們有經文一起讀 我与父缘为一 耶稣与天父是为一的 一体的 由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一起读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陈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这里讲到那种合一的程度 我们留意看这个经文 他说耶稣说我在父的里面 父在我里面 然后我对你说的事 不是凭自己说的 其实耶稣他完全可以 他自己的神性和智慧 他绝对可以说他要说的事 但他说他不是凭自己说 是住在我里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这个耶稣是极大的信服 因为他绝对可以 他说我说我要说的事 因为他也是神 但是他就是一位神 首先这三位神 看我先解释一下 先不是三个神 是一个神 但是是三个慧格 在人来想是想不通的 慧格呢 英文可以翻译做persons 就是说是圣父不等于圣子的 因为圣经很明显讲到 父的独生子 而耶稣在呼求主的 就是他说到 他说我的神 那些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就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甚至可以因为天父 看到所有的罪 讲在身上 以至他要在那阵 追讨所有人的罪 他跟耶稣是分隔的 就是可以两位 就是两个persons 可以这样 就是他是独立的 但是又一体 独立意识就是 他可以单独存在 但是一体 所以在神学上来说 我们是难以明白 只是圣经告诉我们 说是一位神 就是圣经里面 多处地方 说给我们一位神 但是又告诉我们 耶稣也是神 圣灵也是神 所以我们就知道 而说到圣父不等于圣子 圣父也不等于圣灵 这样的时候就是说 三个可以单独存在 但是他又是一齐工作的 但是这个一齐工作 是除了耶稣的十字架上 也就是十字架 其实圣父、圣经、圣灵 都一齐在那时候 不过呢 钉十字架过不是天父 又不是圣灵 是耶稣自己的 那这个一而又是分开三 我们这件事 只能够照圣经的明白 那比如圣经里面 也有一些说话说到 在《创世纪》说到 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做人 如果大家留意看 是我们的 然后在《以赛书》第六章 就说到 我可以猜忍谁呢 我可以猜忍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就是我们的 圣经里面有说到 神有时用我 有时用我们的 那我们只能够用 即是说相信 圣父、圣子、圣灵 是一个神 但是耶稣是神 天父是神 耶稣是神 圣灵是神 但是天父不等于耶稣 这些东西我们要分析了 天父不等于耶稣 耶稣不等于圣灵 但是他们是一体的 那我们 即是不能够完全明白这个奥秘 但我们就是接受 我们就明白 而有时呢 有些人用不同的方法去 用普通的解释 用自然的解释 是不应该的 为什麽呢 因为没有一个是做得到的 譬如有些大家听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好像爸爸 在家里是爸爸 他去见他的爸爸 他是他的儿子 他在公司可能是老板 或者是一个公司的员工 那他说呢 圣父 天上就是圣父 在地上就是耶稣 在为三者是圣灵 这样呢 即是同一个person 不过他在那个地方 另外有些人又说 水、冰、蒸汽 有些书都有用这些方法的 但不是神学的书 神学书知道这些方法 不是很通的 因为呢 冰变水 水变蒸汽 都是同样是水来的 所以呢 即是说 不是说 他在天上就是天父 在地上就是耶稣 即是这样变 不是的 而是他真是 是不同 但他一体 我们不能够明白 只是相信 而圣经是告诉我 耶稣是神来的 因为 以赛书 大家都记得这个经文 他名称为 他是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即是说 他都是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所以都是告诉我 他是神 但在这里说到 耶稣很信服圣父 那我们就说 为什么他要信服呢 就好像在家庭都是一样的 男和女的身份都是平等的 即是男的 不是说女的 太太就是我的奴仆 不是这样的 是平等的 但是呢 在家庭里面 神一吩咐我们 太太信服丈夫 丈夫是爱妻子的 即是说 是有一个身份 正如在教会里面 都是的 传道 这个主任的传道 就是这个教会的领导 但是呢 他又不是 就是他不是自己 这些话事是 他是信服圣父的 也是整个教会一起的 但是呢 当有教友不同意 整个教会方向的时候呢 其实按照教会 他是应该信服的 信服他的教会 但是 牧师是没有这个绝对的权 好像说 你要做什么 你现在要做什么 他没有这个绝对的权 只是呢 就是他是牧养朋友 他带领他 但是教育是应该 信服领导的教目 和信服教会的方向的 而耶稣呢 在这里呢 他就说 他说话 他都不是凭自己说的 而是住在他里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一直说话 那 以福所书四章三字一起读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就是呢 说到呢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用和平彼此联络 我们顶致会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其实呢 中文翻译这里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合而为一的心 就是神伺给你的心合一 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是伺给我们的合一 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我和你和所有基督徒 是合一的 这个事实 就是你有没有心都好 我们都合一 就是有心 就是我有这个合一的心 我有这个心意 就是这个原文呢 是讲到 圣灵赐给我们 所有基督徒都是合一 无论你 无论一个人 承不承认 或者他行不行这个合一 我们都是合一的 这样的意思是 那就是说呢 原来神是合一 他也都 神的家就是合一的 神是不喜欢我们分党 不想我们分裂的 那希望大家都看到 原来基督徒是合一的 无论他是什么基督徒 什么宗派 只要他真心信靠耶稣 他圣灵在他心中 是有神的同在的 他跟神有关系的 他将来去到天堂的 就是说一个人 真信主 不是就是说 他曾经有一次说 信耶稣 他有人说 我去年已经 说了信耶稣 我已经悔果认罪 他有信靠耶稣 是不是一定得救呢 不是一定 他是一定跟耶稣 有继续的关系的 就是神在他里面 他是在神的里面 他跟神有关系的 他会 他会继续悔果认罪 他会继续信靠耶稣 他跟耶稣有关系 神会感动他的 他也会尊重神的 那圣经是有讲到 这些的特质 也都圣经有讲到 事奉的 就是每个基督徒 其实都有责任事奉的 就是这个是生命的果子 不是不是得救的条件 当然得救的方法 只是悔果认靠主而已 但是我们得救信靠主之后 我们就会有 会有继续悔果认罪 信靠主 继续亲近神 爱神 还有遵从神结果子 这个就是果子来的 不是得救的方法 那就是说 这个人有神在里面 这个就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跟他合一的 好了 而接着下一点 就是圣经吩咐 所有基督徒合一 和合作 我还没讲之前 我都讲一讲 为什么有这个主题呢 第一 我知道 侯全道很有心在这方面 他很有心 想中教会都能够合一 而原因呢 也都不是只是侯传道的 而是神的心的 因为神的心呢 你想想 如果全世界的教会 都能够完全合一的话呢 情况是很不同的 就会大家彼此相爱 所有基督徒就会 很开心一起 会更多支持 还有那些资源可以共用 可以合作 还有一个很好的见证 但是 我自己就觉得 有很多的因素 不合一呢 是因为人的罪了 虽然呢 每一个中派 或者每一个群体 都说 我有对我有错 我对你错 或者是 总之他们 有些地方不认同 但是不认同的时候 去到天堂 他就发觉 只有一个真理的 就是真理的一个 不过人的 我们的智慧的缺乏 我们不能够完全领受 神的怀疑里面的信息 以至在教义上会有这些差异 或者在做法上有些差异 这个差异不是神本身的差异 而是人的差异 当有这个差异之后 跟着就说 我是这样的 你不是这样的 于是就有一种排斥 或者一种做法不同 就造成教会的不合一 但是有些人说 的确实我对你错 假设他真的对 譬如神学上他真的对 他的教义真的对 他都应该 因为按照圣经理 他跟着圣经理 他应该都一样爱其他 跟他有差异 总之那些是得救的基督徒 都应该是相爱 还有有沟通的 但是很可惜 在现在来说 不同的教会 有很多地方 是不能够做这种事 我的目的 我又不是批判 我只是说我希望 有更多的合一 我希望更多 能够我们做到 多少就不多少 而我首先 郑先生所说的第一点 就是神本身是合一的 所以我们合一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 更加行神的路 也都可以影响 众教会越来越多的合一 事实上香港 我都感谢神 是近年来 是多了合一的活动的 譬如这个 十八区片全 和全香港的教会 都会讨过 虽然很多的教会 都没有参加的 是但是呢 它是名义上 就说到所有教会的合一 合一的 好了 跟着第二点 就说到圣经 吩咐所有基督徒 合一和合作的 合一和合作 第一就是我们合一个关系 第二就是合作 二筆所書四章十一節我一起讀 他所知的有仕途有先知 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唯要承傳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掌成的新良日受節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適 白節各按各職 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再哀宗建立自己 那我在經文裡面 我們後面那裡合作 即這裏就合作了 由講到前面合一的 好了我首先看看經文 他講到神所知有仕途有先知有傳福音有牧師有教師 在神的家中有不同的侍奉的人 對於仕途都有不同的解釋 其實我不是覺得這個解釋有多重要 有些人認為只在初期教會那些才是仕途 有些人說今天都有仕途 不過他是不是仕途 是不是很重要呢 不要緊 其實他說 有些人覺得他是仕途 或者他覺得他是仕途 那他是 那有多大分別呢 其實未必有很大分別的 就是都是這樣侍奉的 那就是他有一種功能 那有些人的看法 我講講的看法 那有些人就認為只是 初期教會的門徒 實驗門徒 那後來有一個取代了由大 那這個才是仕途 那但是今天來講 有些人就覺得仕途就是 有些人是神會給他託付 一個新的事工 一個方向 怎樣帶領 眾教會或者一些群體 向一個方向去 那些是仕途 那他是不是仕途呢 又不是很重要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說 是不是堅持一些 就是有些聖經講了 一定是這樣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堅持 但是聖經沒有解釋 因為事實上 聖經沒有解釋 他這裡沒有解釋 仕途是甚麼 那麽時候 我覺得這些 是一些可以說 一個optional 即是說可能是這樣解釋 就是我自己會說 可能是這樣解釋 可能是這樣解釋 都不是很重要的 就是有些聖經 很清楚講的 我們要跟從的 那有先知 那這個也是一個爭論點 那有些人就說 在新約時代 舊約時代 有先知 然後到過了初期的教會 就沒有了 那但是呢 如果講經文 那這個也是 很多人的爭論點 不過 這個呢 可以說聖經是清楚的 不過 到底 是否這個我們要去爭執呢 那我都覺得 不需要爭執的 即是 我覺得這些位 不是最重要的位 那有些甚麼經文之詞 現在有先知呢 舊男轉第二章十七節 神說 在末後的日子 我將我的靈飄灌 煩有血氣 你的兒女要說而言 少年人奠義仗 老年人作而夢 你的兒女要說如言 是很清楚的 然後就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講到恩賜之一 就是先知的 是有講到這個先知的恩賜 而保羅呢 是沒有講到 將來會停止的 所以呢 而在舊男轉二章 十七節那個經文 那個時間是甚麼呢 他是由初期教會開始 初期教會的時候 神說 即是那時是五秦節 聖靈降臨 我將我的靈飄灌 煩有血氣的 你的兒女要說而 跟著到甚麼時候呢 他說到了 神大而可惟的日子 日子 日頭要變黑 月亮要變紅 這樣呢 就講到天上地下 有各樣的異象 就講到在末後的日子 即是說 由初期教會到到末後 都會有說預言這樣 不過的確 說預言是造成很多問題的 因為有很多人 他未是很肯定是神的預言 他就隨意講出來 那這個也是一個不好的行為 即是說 否定先知有一個不好的行為 亂這樣做先知 有一個不好的行為 那我自己親身這個個人分享 我親身是經歷過 有先知有兩個先知 一個 即是兩個人都不認識我的 有一次有個聚會 有一個人 他和我都認識另一個傳道人 那我和那個傳道人經歷 他跟著走過來 他又認識那個傳道人 他又經歷過 跟著他就跟我說 他見到我們大家相識 他說 我完了之後想為你祈禱 那當時呢 即是我 我自己 好接受的 那跟著完了之後呢 他就為我祈禱 他就講出 我現在面對的困難 因為當時我在傳道的教會 是因為我經歷聖靈 而受到迫白 他就把這個情況說出來 告訴我 你一定要有很多的討告去面對 而另一次呢 就有一個牧師 在聚會裡面 很多人祈禱 其實我很少去接受這些的 服侍討告 這個牧師 他在祈禱的時候 他就說 有一群群的人 去攻擊你 他完全不認識我的 但他一祈禱 他就馬上領受這個信息 最重要是聖經支持 那的確是 這個世上 是有些人 是很有先知性的 在我 未曾去全世界宣教那時候 因為我 第一位太太 已經息怒歸主 她就 不懂得去香港 我要離開香港的時候 但有一個 我的教友 她是時時收到訊息 她說我祈禱 她說我見到你將來 回來香港 那時候我覺得 沒有可能 她說還有第二 你會去全世界 也有其他人 都向我這樣發言 但凡所言 我都一定驗證 我不會隨意的 那對於先知這件事 是不是呢 我覺得是 應該接受 不過呢 我不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耶穌基督是我們救主 因為有很多地方 真的的而且確 各個教會 有時未能夠完全接受 聖經裡面所說過的東西 但是我就說 不要緊 這個不是最重要 我們只是堅持 耶穌基督是我們救主 我們是跟從聖經的教導 如果他能夠 在這些點上認同 我們就合一 因為所有的誓點都合一 暫時來說 不可能 如果個個聽完神的話 就可以 但是暫時來說 是未有這件事發生 而我們要堅持的時候 是只會分裂 但是如果我們不堅持的時候 都可以呢 盡量維持合一 不過聖經講到合一 一會兒講到 在真度上同歸於一的 我們現在繼續講 先知、傳呼音、牧師、教師 這些大家都沒有什麼 這些三樣 傳呼音、牧師、教師 大家都很認同的 神會像這些人 而這些人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成全聖徒 原文其實是建立 栽培、訓練、各盡其職 而目的是什麼呢 建立基督的身體 將生基督的身體建立 即是說 一起合一的時候 更加容易 現在全世界的教會 好像怎樣呢 就分開個個建小屋 但如果你合一的時候 建一個大屋 是能夠 當然不一定是大教堂 但是所有的侍奉 可以全部都合一 是很不同的 然後呢 第十三節 等到我們眾人 在真度上同歸於一 似乎現在來說 要等到真理耶穌回來 才能夠做 但是我們都希望 能夠在世上的神 我們能夠有合一 但是我們合一又要分清楚 知名不要什麼教都合一 有些什麼教 什麼信仰都合一 這個又是不行的 是一定要有耶穌基督 做救主的合一才行 並且跟從聖經的教導 然後我們跳十六節 全身靠他聯絡得合適 百折各案各跡 想像不同的關節 如果大家想像 好像昆蟲一樣 一個關節 每一個關節 每一個工庸 聯絡得合適 即是大家聯絡 然後百折各案 照著各體的工庸 它每一個工庸 因為神一次 每一個人都不同的恩賜 不同的能力 然後彼此相助 就叫身體漸漸增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 所以這個經文很清楚 告訴我們神的生意 是所有教會合一 如果我們所有教會都聽神的話 我們就應該盡量尋求合一的地方 雖然暫時在地上有不同意 但我們就在同意的地方合一 這樣的時候 是可以建立這個教會更加合一的 我們竭力保守聖靈所持合二 所持的合一 我照原文翻譯 所持的合一 這個經文我們剛剛讀了 就是竭力保守聖靈所持 合二為一的心 因為身體只有一個 我講出的原因 神是合一的 而祂又次合一 即祂是合一的神 祂是好 祂的本性 神一次給我一個廣道法 《茶經法》就是發揚神屬性 《茶經法》和《廣道法》 那這個特性是什麼 在每個經文看到神的特質 祂的屬性 然後神的恩典 即是神本身的特質 祂是合一的 祂是完全 在裡面不會有分裂 祂不會看人 祂是哪一類 祂是哪一類 祂會知道人是怎樣 但祂不會說 這個類別我不喜歡 我不關心 我不幫助 神裡面的本質是合一 祂都次人合一的 但因為神的兒女 有時不太聽話 很多地方不聽話 即我們個個都有份的 不是說人家有份 是我們都有份 有些地方 我們不夠跟著聖經 所以就造成這個 不能夠合一 但神本身是合一的 祂又次合一的 所以呢 我們揭力保守這個合一 不是稍為用力 是用盡 聖經法用盡力量 盡量方法 當然在可行的程度 即我們不是強迫 我們不能夠強迫 事實上有些 宗派他們是 不會歡迎任何外來的影響 我們都不能夠強迫 不過我們個別 有見到一些基督徒 我們能夠鼓勵他 我們不用說服他改變 我們只是說 我們都是合一的 我們主要裡面 可以互相關心 互相討告 互相支持 我們不用說服他改變 一說服他改變 就不合一 就是會困難的 好了 所有基督徒都成為一個寧功 不是很多個寧功 就是說 所有教會都是一個寧功 不是很多個寧功 這個講道就是 我們來到神面前 我們每個都好像活石 活著的石頭 不是岩巴巴的石頭 被建造成為寧功 就是一個熟靈的聖殿 這個熟靈的聖殿 獻一個聖結的祭 做聖結的祭司 我們每一個都是祭司 將人帶到神那裏 將神帶到人那裏 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預留的寧祭 所以這個圖非常漂亮 就是耶穌基督 就是很多很多人一起 我們所有基督徒就是一起 我們是一個寧功 不是很多個寧功 然後呢 就是所有基督徒 都是屬於一個身體的 現在我所做的是什麼呢 給大家看到這些經文 都是支持基督徒的合一 《高林多詞》12章13節 我們不驅是猶太人 是希利利人 是維盧的 是自主的 都從一位聖靈受洗 成為一個身體 淫於一位聖靈 那就是所有基督徒 無論是什麼人 無論是當時來說他們有奴隸 在新的時代他們還有奴隸 但是今天沒有了 無論什麼人都好 都是從一位聖靈受洗 受洗的時候 都是聖靈為我們施洗 成為一個身體 淫於一位聖靈 就是我們都是一個身體的 它用一個飲字 就是一路領受聖靈 一路領受神的工作 在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是同一個聖靈做工 所有基督徒都是同一個聖靈 不過聖經是有分辨兩個名詞 一個就是有內主 有聖靈的 有聖靈的帶領的 都是被聖靈帶領的 但是聖經是有講到聖靈充滿 初期教會都有 譬如選七個執事 他說要選有智慧和聖靈充滿 如果個個聖靈充滿 就不用選了 但是他會選七個有智慧和聖靈充滿 所以初期教會都不是個個聖靈充滿 其實聖靈充滿有很多不同的定義 我覺得聖經講到聖靈充滿 其實最主要講到聖靈的工作 神會感動我們帶領我們 教導我們給我們真理 但是聖經也講到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聖靈的恩賜 而聖靈的恩賜 在高倫多十二章 是講到各有神跡的恩賜 神跡性的恩賜 就是講到 加上馬克福音十六章 有醫病、趕鬼、趕邪靈 先知的恩賜 有說謊言、翻謊言 聖經是有講到 也沒有講到停止的 所以 這個都是聖靈的工作之一 耶穌在馬克福音十六章 很清楚講到 你們往普天下全福音給萬民聽 信而受洗必然得教信的人 必有神跡隨俗他們 講到在全福音由初期教會 入到末後的日子 你往普天下全福音給萬民聽 所以一路全福音的時候 都會信的人必有神跡隨俗他們 現在他define了 定義了什麼神跡 就是奉他的命趕鬼 說身謊言 首能拿射 若害了什麼毒物 有哪一筆受害 這兩筆可能受迫伯當時 不是我們隨時吃什麼毒物 然後首按病人 病人做得好 而神跡的目的是 用神跡隨著 證實所存在 神跡是很清楚講的 但是有很多教徒不接受 不接受呢 這一點我們都不去跟他爭拗 我們只是說 我們就是信主的 我們是有分別 但是有分別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合一的 當然如果他跟我們討論 我們會跟他討論 但是呢 事實上有很多教會 是不會願意討論 這個我們都不去堅持 因為我們堅持的時候 又會造成分裂的 我們就說是有分別 不過我們盡量都是 竭力保守聖靈所致 合而為一的心 即是我們大家都是從聖靈 淫於這位聖靈的 而所有神跡歧視 先知而言的目的 都是建立基督的身體 都是全福音建立靈命的 即這個目的 不是為了彰顯某個人的能力 這個也有些人錯誤 事實上我也承認 在聖靈圈子有些人錯誤 疲了一個錯誤 有些人其他要推一下人的 他跌低好像是大力一點的 這個真是不對的 這不是聖經的教導 重點不是他跌低 他的跌低不是我們 我們令他跌低 因為聖經有講到 在啟示錄一章十七節講到 約翰見到榮的耶穌 他就跌在地上 耶穌羅他追殺基督徒 在大馬式的路上見到耶穌 他又跌在地上 彬彬彬彬彬彬耶穌 耶穌說我是 他跌在地上 所以神的能力可以叫人跌低 我們祈禱的時候 的而且有些人跌低 有些人不跌低 重點不是跌低 重點是他經歷到 神講到聖靈 將神的愛囂管 在心裏面有平安 將重量釋放 也有安慰 有醫治 有感動 有激勵 因為最重要是這些工作 但有時 重點到了別處 便會有很多爭論 其實在聖靈的圈子 如果著重更多聖靈的工作 更新人生命 然後我們帶著神的能力傳呼聲 可能合一會比較強 有時 其中一點是有爭論的 就是關於謊言 的確是有謊言的 有很多人 她不是她自己說的 譬如我第一個太太 她是很反對 講謊言的 很反對 在聖靈裡面會跌低 但她很反對聖靈裡面會喜笑的 但她全部都經歷 她很反對 她很反對這些事 但她有一次 在我們祈禱會 她忽然間 她就很大聲地講謊言 她也有一次 她忽然間有很大的喜笑 神是感動她 更新她的生命 但我們又不是說 你一定要怎麼經歷 重點就是 我們經歷到神的平安 興省愛 依次我們 由我們去傳呼音 和建立靈命 這就是聖經所講的 而且是合乎聖經的 為什麼呢 因為果子 都是叫人悔改 信主 都是叫人跟從耶穌的人 但這一點 雖然我覺得很重要 我都不會去 一定叫某些人去跟從 但我說我們合一 那有些 其實我這裏 一會我都會講到聖靈那方面 但在這裏 我完全講開 我就講下去 關於聖靈那方面 我會的看法怎麼樣呢 聖靈充愛 的而且確是 很大的祝福 我們都會講 怎樣分別是聖靈和邪靈 關於聖靈工作 有些人看法 有小部分人 覺得是邪靈 小部分人而已 有很多人 不否認是聖靈 不過就不想走這條路 如果說是邪靈那些 我就會這樣回答 我說 你可以測試 我們身上是否有邪靈 世界上 那麼多人經歷聖靈 你看他身上是否有邪靈 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說 他說 我們試過有些同慧奇的土 他參加聚會 他有邪靈 但有些是他本身沒有清理 他裏面的邪靈 所以他就會說 去過聚會有邪靈 其實他本身有邪靈 不是去過聚會有邪靈 我說你要測試是測試那些牧師 聖靈充滿了牧師 那些牧師是否有邪靈 我曾經跟這樣的群體接觸 因為神都感動 我忽然接觸到這樣的牧師 我說你去測試 你找來一群的牧師為我祈禱去趕 趕我身上有邪靈 但他又不肯去做 但他就堅持去繼續做一些聚會 是反對聖靈工作的 我自己覺得很可惜 就是說我不會去 一定要叫他們改變 但他不要去宣揚說這個是邪靈的工作 因為這個是攻擊 這個是 不是 是甚麼 是蝕毒 所以這個是不應該做的 但我都不會去攻擊他這件事 我只是提他 你不要去做一件事 反對神的工作 但我又沒有說你一定要怎樣做 你按照聖靈的感度 我亦都說我們教導都是跟著耶穌的教導 耶穌的救恩 耶穌的吩咐聖靈的教導 我們每一次祈禱都是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命 我們都是奉耶穌的命討告 跟從聖靈的教導 愛神、愛人、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的救恩 那麼我們這樣祈禱為何會邪離了呢 不過就是這個其中一點 是引致教會分裂的其中一件事是很可惜的 我自己覺得很可惜 那麼你都覺得在聖靈圈中有些人也是做得不好的 在初期有些說法是甚麼呢 沒有說方言又不得夠 耶穌經沒有說過這件事 這個是不對的 為何要這樣說呢 就是有些聖經沒有說的就不要這樣說 並且有些是聖經沒有做的做法 就是我們要做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分辨 就是要分辨那件事是否合乎聖經的 那麼有時候有些做法我覺得是有些極端的 也都有些很怕邪靈的攻擊 那我自己都說有邪靈的攻擊 要是講到償靈的爭戰和魔鬼爭戰 不過聖經講到以乎所說 講到怎樣爭戰呢 有真理 有信德 有這個公義 有這個福音的鞋 救恩的頭盔 聖靈的寶劍神的華 還有靠聖靈多方 隨時多方圖共 都是同神的關係的 所以我們償靈的爭戰就是完全根從神 魔鬼就不能攻擊 但有很多人他們會普通說 你病 我病了今天 有魔鬼就攻擊我了 我有什麼發燒了 我本來去做什麼 我現在又發燒 我又病了 我不做得了 就是魔鬼攻擊 其實未必是的 他覺得什麼都是 他就會一種懼怕 死了 我做什麼 魔鬼都攻擊 譬如有些人說 如果你去趕邪靈 你隨意趕邪靈 就會被魔鬼攻擊 我覺得這個 就比較誇大了邪靈的工作 我們應該多些親近神 但我都為人趕邪靈 我經常有人有邪靈 我就為了趕 但是我覺得我祈禱最主要是親近神 我最主要不是趕邪靈 我是親近神 這些都是各方面的問題 我自己都覺得是可惜的 我亦都很折立 其實我兩方面都折立 我也覺得神在做功 就是神很寬容 兩群他都接受 兩群都在做功 不過那些人如果沒有那麼堅持 堅持那些重要的地方 沒有堅持那些其他不同意的地方 這樣我們的合一會更加好的 我大家明白這一點 希望大家都會求神 幫他們竭力保守聖靈所持 這個合一 還有在此講到 做在任何基督身上的好事都有賞賜 不要說到你做在哪個宗派身上才得賞賜 他說凡因你們是屬基督 一起讀 馬可福音你們是屬基督 那些人不能不得上賜 那裡就講門徒的名 到底是給那個是門徒 還是收那個是門徒 那裡沒有講 不過這裡就講了 凡因你們是屬基督 你是屬於耶穌的 給你一杯水喝 那些人不能不得上賜 所以這個經文解釋了另外的經文 但其實給那個又應該一定是屬基督 所以兩個都是屬基督 那你說基督徒只是做好事在基督身上嗎 其實我們都會祝福所有人 不過他的目的想去屬耶穌 就是說我們不只是做好事 不只是出錢救濟人 我們救濟的時候我們都會傳福音 這個就是神所吩咐 就是幫助人能夠屬基督 這個時候就是不能不得上賜 聖經說一杯糧水不能不得上賜 那就是容易嗎 一杯糧水容易 即是說耶穌給我們一個最容易的方法 開始先 一杯糧水少少的東西 一個微笑 一個關心 一個問候 一些幫助 神都喜悅 這樣就鼓勵我們多些做在其他基督徒身上 一杯糧水都上次 何況其他的事 所以基督徒是應該互相服侍的 還有不要禁止或攔阻其他基督徒的事項 在《路加坊》九章四日九節 耶穌說 夫子 對不起 那些汉說 夫子 我們看見一個人 奉你的名廣貴 我們就禁止他 因為他不與我們一同跟從你 耶穌說 不要禁止他 因為不敵黨你們的就是幫助你們的 因為當時門徒說 有些人又不是跟耶穌 他們自己就可能聽過耶穌的道 接著他又在趕鬼 他說 我們就禁止他 耶穌說 你不要禁止 有其他人做神的功 不屬於我們的群體 不要緊的 總之他們不是敵黨我們 他們是走神的路 他們就是幫助我們 我們就去祝福他們 就是說 我們看到其他中派 這個不會應用在二端 如果他真是所傳的 不是聖經所講的耶穌基督 不是講聖經所講的救恩的時候 那他就不是屬於基督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認同他們的侍奉 神的心意是萬民都同心合意侍奉他 西法文書三章九節 那時我必使萬民用清潔的言語 好求告我 要華的名 同心合意地侍奉 就是在破壞教會合一 可以造成 就是他跟神的關係有問題 一天神的靈頌在他裏面 他都是得救 但是這些罪是可以叫人 跟神分離的 所以我們犯任何罪 我們都要知道 是可以叫我們跟神分離 我們就要小心了 好了 而不合一的原因和問題 我們一起讀一讀好 好 由左邊開始 就是靈恩與傳統教的距離 神學的分別 侍奉方法不同 人會容易批評不同的人 中派的難綱 同時中派有保護術養 搶養或派人搶養 那這裏我講出一些原因 靈恩和傳統 實際我想說我不是靈恩派 靈恩派有很多做法我會做的 我是跟從聖經的模式 你知道在聖靈篇子有靈恩派和五秦宗的 那我可以說 我是接近五秦宗的 但是我基本上就是跟從聖經的方式 就是說 親近神 全身愛慕神 就相信神愛我 用長的時間和用心靈討告 是容易被聖靈充滿 然後跟著 生命可以被祂更新 然後帶著聖靈的能力存放 這個就是我所堅持的 就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關於聖靈 我只是定義這麼多 但是因為 在靈恩圈子和五秦宗 有很多其他的定義 就造成一些 有些地方是 有些地方是跟從聖經的 有些地方 不肯定 我只是說不肯定 就造成一些距離 但是呢 事實上有些教育 又不是接受聖靈的工作 造成一些分裂 我們求主 不要因為這件事而造成分裂 而是在這件事上 其實是可以祝福眾教會的 如果我們有謙卑的心 都會用更多教會 明白聖靈的工作 還有神學的分別 有很多堅持不同的點 那我都不說這些什麼點了 因為如果說 又好像說 幫誰不幫誰 對於聖經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怎樣呢 有些經文很清楚的 神愛世人 甚至將獨生子賜給我們 一切信祂的不知滅亡 返得永遠 很清楚的 但有些經文是不肯定的 不是神不肯定 而是說 祂沒有將一些東西很清楚說出來 例如 聖經沒有將天堂的說完很清楚 聖經沒有將耶穌回來的情景 說得很清楚 即是祂說一些 祂沒有說完 那這個不是神的模糊 即是神的啟示 祂是選擇啟示那麼多 其他那些我們不肯定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 話實一定是怎樣 即是我們要有一個謙卑 聖經沒有清楚說 我只是接受聖經講到幾多 我就接受幾多 其他那些我只是說 我不知道 其實這個基督徒應該學的 有人問一個問題 我們聖經沒有答案 我說我不知道 天堂人怎樣 我知道一些 我不知道一些 不要緊的 不是說我們要知道的 耶穌回來怎樣 我又知道一些 我不知道一些 那這些呢 這樣的時候 就不會造成神學的分別 但因為有些人他堅持 現在有時是他有一套理論 於是他一邊推下去 推下去的時候 就造成一些神學的分別 那這些都不是我們想堅持 我只是說出這個事情 引致有分裂 那還有事項方法不同 有些世伯小左 有些用團契 還有其他很多不同的方法 那我也都不去講這些方法了 只有事項不同 還有人的傾向就是 容易批評跟自己不同的 崇拜模式不同 又覺得好像有點不同 那這個就是人的那種的聖情 那也都有中派的欄杆 因為中派欄杆 它會有時叫那些人 首先吩咐一些教務 你不可以去跟這些其他 中派的人合作 那時候就有個欄杆在那裡 或者他們會叫那些教育 你不要去其他的聚會 這樣就造成一種欄杆 但是這個蘭光也有個好處 我會說他不好 但我會說他好 那蘭光是甚麼好呢 他又會在他合金曹神的地方 保護這班人的信仰 不要跟錯了 譬如我們見到有些地方 有些宣教去的地方 因為他沒有一些中派的時候 有時有些教會 那些教導很亂農 都沒有人去引導他 去指引他的 那這個就是中派有他的好處 那另外也有個很可惜的情況 就是有些人會搶養 他有些方法 很想將一些人 由另一個教會搶過來 然後呢 也有些人很怕人搶養 所以又不希望那些教會合一 那而不合一造成甚麼問題 馬太十八章十九節 我又告訴你們 若是你們 中間有兩三魂在地上 紅三合二求什麽 我就是天上的父母為他們成全 即是說 這個經文講 同心合二 這個講兩三個人 那我們推論 五文就是兩三個 如果推論到億萬的基徒 那這些人 同心合二求什麽 天父就為他成全 那即是耶穌講到 同心合二的祈禱是很有能力 那你暗示 不是同心的時候 那個影響力不太大 那你想像全世的基徒 都同心合二的祈禱 是否那個力量很大呢 那但是事實上不是 好了 那跟著呢 我們看過後果 神不合一的時候 神不喜悅 神不會大大的赤福 因為他講到同心合二的時候 神就會成全 那不是很合一的時候 神會大大的赤福 不會一定成全他們所求的 那就會更難有復興了 那如果全世界的教會合一 復興更容易來到 就是復興意思就是 更多人愛主 更多人存福 更多人建立靈命 更多人信人數 影響全世界更強 神的心是這樣 不過因為人的罪 所以這件事 在現在的世界上 是難於發生 不過有些人都推行的 就好像十八區遍全 都是想更多人合一的 那你得不到合作 帶來利益處 還有基督徒會更易批評不同路的人 有不好的見證 就是會有這些不好的後果 好了 怎樣建立合一 我們一起讀一下 為各教會討告 先在教會內建立愛心和合一 尊重我一善待別的教會的人 謙卑看盡其他基督徒的強悍 我們先讀一道經文 菲律比書二章三節 凡是功可結黨 不可貪徒虛放的榮耀 只要全心謙卑 光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經文就講到 不要結黨 不要貪虛放的榮耀 全心謙卑 光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有時候說 我明明強過他 我們有地方強過他 不過他也有地方強的 有一樣東西 我不會強過你們是煮飯 有些地方可能我強過你 但我煮飯不會強過你 有些行政我不會強過你們 即是說每一個人有不同的 我們就欣賞每一個人 他總有他的強項 我們既然欣賞的時候 會有些什麼行為 就是為各教會討告 跟我們不同路 我們都要跟他討告 其實不同路 有些地方不同 但一樣同就是 他帶領人信耶穌 自己教會也合一 和愛心先 尊重和善待其他教會的人 有見到的時候都尊重 說話都尊重的 不要傷害他 還有欣賞其他基督徒的強項 他有什麼強項 某些地方他做得好的 他都紀念 怎樣合一 另外還有兩點一起讀 尋找機會祝福其他教會及教友 尋找機會與其他教會合一 就是有什麼機會祝福的 有時偶然間有希特基督徒 都跟他溝通 鼓勵 為他討告 關心他 問候他 那你又不知怎樣問候 都可以問候 譬如談普通解德 談到關於信仰怎樣 譬如可以關心他的同神關係 你自己覺得同神的關係有沒有困難 討告有沒有困難 他又覺得困難就是這些地方幫他 或者當你談一段時間可以的時候 都問他 你知不知道自己得救啊 你覺得是不是跟從神啊 那有些基督徒的確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得救的 我見過很多基督徒都跟他說這些 那你就用這件事幫他 你不用拔掉他來你的教會 你不用改變他很多事情 就幫他清楚得救 幫他清楚跟從耶穌 走神的路 他有什麼地方處理不到 他家庭問題 你就幫他在這些事情上 還有我們尋找機會 跟其他教會合一 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那這裡呢 我就將一些合一的行動 說出來 就是這個香港十八區遍傳運動 是1998年開始的 那時候呢 應該是2008年了 現在已經多了九年了 就是他寄一個 以走了十年的社區福音 遍傳運動 我很感謝神 有這個十八區遍傳 大家可能聽過 他會在某些區 他就會找一個場地 就有很多些攤位 那些攤位 那些攤位呢 就會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一些服務性的行動 一些遊戲 那些人去到呢 就會拿到一些資料 跟著就分派給不同的教會 可以跟進這些人 那這個都是大家可以參加的 十八區遍傳 那另外這個 細胞小組網絡呢 也是一個 這句說話 大家一起讀一讀 好不好 好 我的教會就是你的教會 你的教會就是我的教會 他很強調 他有多少教會 他會做 有多少教會啊 一間 一間 一個教會 所有所有都是一個教會 他很強調這件事 因為他們呢 有很多牧師呢 他們自己 用社會的方法 他們呢 當他熟習之後 有其他教會需要 他會成為他的culture 一個 就是 他的幫助他 帶領他 在教會服侍 這個教會 就是這個群體 是很有這種合一的心 那我也都有其他的 不過 就是 他特別 就是幫助不同的教會去做事 所以我特別提這個 那另外呢 就是有這個 基督徒合一祈禱州 這個 這個左邊呢 就是2013 這個2016年 就是不同年數呢 都有做這個 基督徒合一的祈禱州 還有呢 這個呢 就是 大家看到那些字 一起讀一讀 跨中派 跨組織 就是跨界別 服侍貧窮社區的計劃 這個另一個就是 就是 服侍不同的 對不起 寫了到 哈哈哈哈 就是跨中派的 去祝福這些不同的 就是貧窮的人 那麼 願意眾教會都合一 一起讀 願意眾教會都合一 你自相學 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德神秘願 同心是奉 又美好 我們都 都求主恩待 憐憫 祝福 拿走一切的欄干 拿走一切的欄阻 讓神的度更加興奉 神的靈智又運行 宗教會合一 但未必按照我們的方式 按照神的方式就可以了 我們盼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我們一起起來祈禱 求主賜給我這個合二為一的心 聽到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神你本身就是合一的 聖父聖子聖靈是合一的 而我們看到耶穌很謙卑 祂所說的話 都是神在祂裡面做功 祂所做的事 祂也都看到天父怎麼做 祂就去做 我們感謝祂 因為神啊 祂真的很謙卑 也都很合一 祂很想眾教會都合一 祂求祂幫助我們 都有一個合一的心 看重你的心 跟從你的心 走你的路 幫助我們呢 不要去堅持某些事 以至教會 有紛爭或者分裂 而是我們呢 是大家同心合二 興旺福音 同心合二 建立神的家神的教會 我們都會自己謙卑 我們就反省 我們自己有沒有地方 是做得不夠好的 我們都反省 我們不是要堅持 我們是對的 我們是堅持 神是對的 我們堅持 我們跟從神 我們都堅持 聖經所說的 保守聖靈所持的合一 並且為眾教會 討告 關心祂們 祝福祂們 我們見到什麼基督徒 我們都鼓勵祂 堅固祂 我們都不講任何批評 其他基督徒 或者其他教會的地方 我們不講負面的說話 我們只是欣賞 和建立 我們對於 我們教會裏面的 弟兄姊妹 我們都不是去批評 而是去建立 怎樣幫祂 我們見到祂有軟弱 我們就扶持祂 幫助祂面對這個困難 求祝祂祝福 願祢的眾教會合一 求祝祢 繼續在我們當中做工 繼續保守這個合一 建立這個合一 以至祂的教會 能夠有力量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祂的福興臨在 臨到這個地方 願祂的眾教會 一起同心合意 討告的時候 就得蒙你的英文 願祂的名得著榮耀 祈祷奉主耶穌聖明 阿門 阿門